在這一頁提到的甘六,甘六這件事情我們八年級下群席學過了 一個問題,什麼叫做甘六?甘六是什麼意思? 甘六是什麼意思?我們八年級的時候學過了 八年級的時候學過什麼叫做甘六 來 來,牽頭咧?21,21號,21 什麼叫甘六?又跟我發呆了,你被我罵了幾遍 從博愛國來說是完全不對的 甘六是什麼意思?不會啊? 一點勾起你的回憶,怎樣怎樣怎樣的加熱叫甘六? 有勾起你的回憶嗎?沒有,你做 甘六是什麼意思啊?甘六是什麼意思? 甘六叫做? 國絕空氣加熱 來,你學過什麼玩意的甘六? 你學過什麼東西的甘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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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號 一號 你學過什麼東西的甘六? 誰啊? 書 主派 你學過主派的甘六? 一號 基本上就是甘六 木材的甘六 木材的甘六 有哪些產物? 我叫你被害的氣炭、液態跟木炭有沒有 不怕甘六 有氣炭產物、液態產物跟不然產物 氣炭產物的重點叫做哈可蘭 除了二氧化碳不可蘭叫其他全部可蘭 還有就是剩下黑叫做什麼 木炭 木炭就是全部 啊重點 你幹嘛要隔絕空氣 你加熱讓它分解 可是你要隔絕空氣 為什麼?很簡單 我是竹筷子 要加熱讓它分解 所以我必須要隔絕空氣 為什麼我要隔絕空氣 為什麼我要隔絕空氣 Number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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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為什麼要隔絕空氣 把布啦 這樣講也不能 你要硬扯的話 這樣講也算對 可是那必須要很牽強的講 很簡單 我加熱的是木頭 所以我要隔絕空氣 因為如果不隔絕空氣就會發生一件事 所以我必須要隔絕空氣 真的就是這樣 真的就是這樣 請坐 因為它可然 因為它可然 所以如果你直接壓就燒掉了 所以煤也要乾溜 因為如果你直接壓的煤會怎樣 就燒掉了 就沒有辦法分就燒掉 燒完了 所以要隔絕空氣這樣它才會分解 OK 煤呢 在一千兩百度下 密閉的煉焦如乾六 可以得到以下產物 氣態 液態 液態 一樣 一樣有氣體 液體 根部 什麼氣體 這些 氫 液氧化碳跟甲碗 好 然後呢 這個就是所謂古時候的煤氣 古時候所謂的煤氣 就是氫跟液氧化碳 所以為什麼以前會有煤氣中毒 因為誰中毒 液氧化碳中毒 現在在瓦斯是不會中毒的 因為它不是液氧化碳 這是以前的古時候 以前的時候 年代 還有一些啪啪啪叫氣態產物 氣態產物就是 剛剛講過的煤焦油 煤焦油就是一個複雜的混合物 可以從裡面體驗出 我們所需要的很多的化學物質 剩下布裡有什麼 就是你學校問那個焦碳 煤焦 焦碳 就是所謂的碳 然後呢 你可以拿來幹嘛 煉缸 煉缸 一樣有固碳 液碳跟氣碳 看一下就好 看看就是固體的產物比較重要 煤焦焦碳比較重要 煤焦油也有人問過 煤焦油也有人問過 那麼氣體的產物 那個煤氣現在已經不存在 現在已經沒有人在用煤氣了 所以就 相對的人就沒有關係 就不重要 現在沒有人在用煤氣 記一下 木材產物跟氣材產物 OK 這是煤的焦油 然後煤焦油 然後煤焦油就正常會燒出二氧化炭 它有些雜質嘛 所以會有瘤 就會燒出牛氧化物 或者是蛋氧化物之類的 然後那個渣渣 剛剛講到灰糞燒不掉了 渣渣灰糞變成灰灰 會造成所謂的烏煙瘴氣 烏煙瘴氣 以前那個有那個星達火力發電廠 居民扛一個收集一堆灰灰 會把它撲在那個官員桌上 就是你們送給我們的髒東西 OK 好 灰灰 沒有燒乾淨 好了就是這樣 那流氧化物蛋 我們前面提過了 它本身就會對身體有害 是空氣污染物質 它溶於水之後會形成酸雨 然後我們第一次就會再講一次 然後之類的 然後灰灰就是飄得渣渣 全不為例 就會造成烏煙瘴氣 那麼煙煤呢 說很不適合做燃料 中國大陸以前很喜歡用生煤當燃料 所以它有嚴重的空氣污染問題 那麼現在呢 使用的好少一點了 但是呢 大陸還有是因為別的原因 所以現在還是有嚴重的 空氣污染問題 你們有沒有問題 這個這部的內容 我們在地步的時候再說 這個再說 其實這樣可以看一下 流氧化物 淡氧化物會跟酸雨有關 以後會再交到 然後渣渣就是全不為例 它在空氣中的造成烏煙瘴氣 看起來天空灰灰萌萌的 髒髒的那種樣子 OK 那沒有它的優點 它很便宜 安全性也很高 很高 不知道會有什麼碰嗎 也沒有什麼核能的放射線污染這些問題 可是呢 它開採很困難 像台灣就是要到地底下去開採 所以開採會非常的困難 然後呢 運輸指令很大塊 很大塊 運作組成不太方便 不太方便 好 再來就是 燒的東西會污染空氣 剛剛講過那個流氧化物 淡氧化物 之類的味道 而且它會燒出來 主要什麼東西 耳氧化碳 耳氧化碳是幹嘛 耳氧化碳會經常什麼東西 前面教過 這樣什麼 温室效應 那是 温室效應的主要的器材 所以這是它的問題 這是它的有關一沒的評價 讓各位能夠看一下 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OK